歡迎康總 歡迎康總 這麼有氣氛 當然了, 今天慶祝你滿月 是, 開心嗎 滿月? 需不需擺盤, 請你們 康總, 擺就不用了 將我們兩個擺在心裡就行了 其實說真的, 牛哥和頭小姐走了 我們不知多輕鬆 以前牛哥常常喜歡拍心口做決定 唐小姐簡直是強迫性 弄得我們做事都不舒心 對, 祖哥 即是說我們共事這麼多年 無功勞也有苦勞 怎麼說, 你也不會虧待我們 這一層當然不會虧待 從今天開始 你們兩位的薪金加百分之三十 你馬上做預算 真的? 不像這樣 我們公司內部的事情由你負責 華女我馬上升你為後勤和財務主管 太好了 很開心 很開心 你也有份 我升你為創意總監和營銷部部長 好, 多謝祖哥 好, 以後業務就全靠你了 好 華女姐 洛奇堅的PPT你做了沒有? PPT? 祖哥沒有叫我做PPT嗎? 你什麼意思? 你真的命令我做事? 我不是命令你做事 我要出去跟人家談生意 我沒空做 你又不做, 難道阿祖做甚麼 現在談生意大了? 我是負責後勤和財務的 我怎麼會做PPT呢? 你是創意總監 PPT應該是你來做的 那就是沒有人做 不行 我們去找祖哥解決這個問題 祖哥 祖哥 我們有一件很嚴重的事 我向你回報 什麼事? 雖然我們升了主管 但我們手下沒有兵 我管誰 就是這樣 公司只有我們兩個人做事 我們每人還要負責兩個部門 做了所有的事 我就做了所有的事 但他的事還要我幫他做 我又要出去談生意 我又要去抓贊助 我還要去金拍攝進道 我哪有時間做的 等一下…不要吵… 你們兩個不要得轉盡尺 其實我認為你們現在做的事 以前都是這樣做的 又不是說不懂做的 暫在我的角度來說 我又加了你們的薪金 又升了你們的職 你還想我怎樣? 以前有利益在 現在你做了老闆 等於我們少了一個人 你哪怕招多的人 進來幫我們手也好 招多個人? 你說招就招了? 你知不知道養一個員工要花多少錢? 好, 不只要人都行 我只有一個要求 職責分明 他不可以跨部門命令我做事 好嗎? 這個說得好… 這個說得好 君仔, 你以後要多點注意 你要記住 你做少了事, 華女兒就要做多了事 明白嗎? 打醒十二分精神, 出去做事 好 好 四嬌, 你終於捨得回來了 你最近餐廳很忙 我媽媽說反正是兼職 所以就少點回來 兼職就不是工 你餐廳忙, 公司不忙嗎? 先別說這些廢話 四嬌, 你過來 十萬火急 你先幫我把這份數據 做一個分析表出來 好 立即做…沒問題 搞定了 華女兒, 你看看我發了給你 好 好, 先看看 爺爺, 為何增長率這麼高? 沒理由 這裡… 業績好嘛, 增長率高嗎? 不是吧, 你這裡多打個零嗎? 這組數據…去年 那我稍後重新改改吧 你怎麼做事的? 這個季度快結束了 我這份報表真的不能再拖 不, 我還是自己做好了 你去做個PPT 就我們公司下半年的規劃 做一個展示 方便阿祖哥是拉彈座的 快… 華女兒, 不懂做PPT 不懂做PPT? 你來到我們公司這麼久 你竟然說不懂做PPT 你…你不懂做, 你看一看就懂吧 都沒人教我 不如這樣吧, 幫我申請一下 看看有沒有參加什麼培訓班之類 對了, 還要參加培訓班 我在你公司十幾年 什麼班什麼班我都沒學過 你自己問一問祖哥吧 查你的錯處這麼多 那我…我不如自己由頭做過一份就好過 我多做一份 阿祖哥 你懂不懂唱歌嗎 我當然懂, 沒知情歌 那你的酒量如何 酒量不一般 我媽媽都不喜歡我喝酒 不要緊, 長大了, 要鍛鍊一下 你下班後過來找我 跟著我, 不只不用你做PPT 最有得吃也有得玩 不過呢, 如果有人敬我一走 你要幫我擋一下, 記住 好 這麼多年多, 多虧你關心 真的有心 不要這樣說 這杯你要喝光的 好… 這位阿先生, 君哥其實喝了很多 這杯我來 好 謝謝 呂中浩劫, 真棒… 謝謝… 君仔, 我又敬你一杯 讓我來… 又來了? 是呀, 讓我來… 君仔, 你們不對 找人頂酒 那些客人是女人家 總之, 身體有點不舒服 這樣吧 為了我們大家盡興 我們有請四嵰小姐 為我們演唱這首歌 好… 來… 那我為大家獻唱一首 《喜歡你》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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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華女姐的早晨 嘩… 你這個熊媽的眼睛很厲害 是嗎? 你…你也不小 昨晚, 為了說這份財務報表 弄得我財通銷 你又搞甚麼來 你知不知道四嵰 喝醉了酒多恐怖 她一口長蹄跑到北京路 我追了她幾條街都捉不到她 好, 終於被我捉到她 就送她回家 又被她媽媽撞到 我教壞她的女兒 罵了我一整晚 四嵰就是指望不上的 但整間公司 跟我們兩個的光棍司令 有甚麼意思呢? 對吧? 我覺得祖哥這樣不碰當 我們千萬不能做他 免得以後他變成像牛哥一樣 我昨晚想了一整晚 想到一個辦法 怎樣… 好的…馮長, 沒問題… 這場… 祖哥 我會幫你… 祖哥 這季度的財務報表已經做好了 麻煩你簽名 放在那裡, 待會簽 不行, 我等著全檔 你先簽名吧 你再簽… 好的… 沒問題… 祖哥 祖哥 那個宣傳片呢 有三條 我剪了三條出來 你替我選兩條 你是創業總監 你說是吧 那我剪的片 我當然覺得不錯 但我沒理由又做運動員 又做裁判的 你替我擺一擺關 有甚麼建議 你跟我說, 我才再說 快點 你又進來幹甚麼 報表轉了沒有了 你現在是甚麼態度 拍我的桌子, 你叫我簽名 我…我沒看過怎麼會簽名 現在呢, 君仔又要叫我審片 我能做哪一件事呢 都跟你說了, 等著全檔 你… 我是老闆, 你吹我甚麼事才行 整間公司, 只有三個半人 我不吹你, 誰吹你 我負責, 走… 你幹甚麼呢 還有一件事要請示一下 公司的廁紙用完了 還需不需要再買呢 你是後裙主管 這件事是你作主 但這個決定, 真是有關公司的開支 我也要請示一下你 我不可以越拳 我給你這個買紙巾的權利 你去處理就是了 祖哥, 選完了嗎? 別在那邊 別在那邊選 你正在選擇 別來拿去給客人看, 快點 現在, 你們是老闆還是我是老闆 每個人都像催命鬼一樣 我沒辦法了 公司現在等我們兩個人 四幾天就走了, 回到餐廳幫忙 你快點, 不要拖盡 我會拿去給客人看 還有… 公司門口兩盒燈壞了 找誰弄呢 我弄 這樣下去真是沒辦法 嬌陽, 馬上寫招聘啟示 收到 各位面試官好 我叫杜小飛, 是一位攝影師 之前做過網上的服裝拍攝 也有做過平面的拍攝 你們可以看看, 這是我的資料 不錯 小飛, 你是應聘這個攝影工作的 由於我們的公司比較小 希望平時兼顧影視部門 年輕人多做點事就多點鍛鍊 為以後的食獎有幫助 我跨部門做事也可以 只要工作是跟薪水匹配的 我做多點事也不要緊 對了, 杜小飛, 請問你有甚麼夢想呢 我嗎? 夢想我有, 不過跟工作沒甚麼關係 這是我的私隱 我打工或者賺錢, 你們不是嗎? 對… 那你希望薪水是多少呢? 我之前每個月都有兩到三萬 如果我入了公司 那肯定要負責公司的修圖和攝影 再加上五欠一金 兩萬五吧, 我可以接受的 多少? 兩萬五, 還要包上五欠一金 如果我換個另一種方式 就是按著項目這樣計算 你怎麼計算呢? 都可以的, 看你需要 出一次工五到八千也有 不過呢, 如果可以讓我帶貓過來做事 人工這些都是可以商量的 大貓? 那我在這裡做事 我匆匆在家裡很沉悶的 媽媽, 我要累著他才行 到小K, 這樣 你的條件我們也會考慮一下 你回去等通知吧 再見… 不是, 帶貓回公司從來沒聽過 其實我覺得帶貓回公司 也有它的好處 你知道平時我們工作很大壓力 那放鬆的時候跟貓玩一玩 可以減壓 真的有公司這樣做的 你看看 真的有這樣的公司 有啊 那這些老闆真的很特別 這個老闆 還要補貼那些養貓的員工 其實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 祖國, 你不僅不用補貼 你還可以減薪, 是不是很划算 好, 一於給它養吧 不過呢, 那些貓糧不能夠在公數出 當然是, 當然是補貓公數的 你幹什麼? 麥犀哥的往事 阿匡早來什麼? 應該差不多到 不, 你想… 幹什麼? 別管了 阿祖哥 阿祖哥, 你真是高大威猛 阿祖哥 阿祖哥, 停… 你這種手法是撩女生用的 祖哥是大男人 你在旁邊的公司聽到 我的臉和他去哪裡? 不是, 祖哥, 這首歌我專程為你創作 你在我的網上有很多粉絲 很多流量, 自帶流量 好…我知道你有很多流量 你來這裡搞什麼? 祖哥, 你真是明察秋毫 其實我今天過來, 除了唱歌以外 是想應聘你們公司內容部的職位 應聘? 你說應聘就應聘了 你憑什麼應聘這個職位? 我知道你們又不請歌手 又不請配音 但是你們絕對需要一個 搞創意的人 創意的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況且我們影視公司是需要一些更新鮮更新鮮的創意 但是朱利安, 你是歌手 你會甘心蹲在我們這間小小的公司 你心裡想的不應該是私和遠方嗎? 私和遠方重要 不需要, 不過我覺得五欠一金更重要 原來是這樣的, 那就入職吧 謝謝老闆 現在計算下來, 創意方面我們只要做兩個人 營銷方面有沒有人報名? 有, 正想跟你說 我收到一份很厲害的簡靈 厲害到一些不敢相信 是 亞洲財經大學營銷專業畢業 哥倫比亞大學碩士不夠新 還有, 世界五百強公司做了兩年 那不用說了 這種人我們公司請不起 其實搞營銷, 大專畢業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工作經驗 又不用這麼快落定論 你管他要多少工資? 那不用說了, 這種人起碼三萬器 低一點 低一點? 兩萬? 再低一點? 不猜了, 你開股 五千而已 不是吧? 有點古怪 你說會不會是他的學歷是偽造的 就進來公司騙回五欠一金 我覺得這個人你們兩個要調查 如果他的學歷是假的 那不用說話, 如果是真的 待會再說 范女士, 你那邊怎麼樣? 情況屬實, 這幾條片 全部都有他的名字 我這邊也是, 他的學歷全都是真的 還有畢業照 我還查到他拿了很多獎學金 那怎麼辦? 你看看, 他微博有百多萬粉絲 祖哥… 怎麼樣? 你看看, 你叫我來查那個何青陽 我們查完了 他假歷上的東西全都是真的 而且他還有很多威水史 他假歷也沒有寫出來 你看看 我看, 我覺得這些裡面有些問題 會不會那些大公司想吃了小公司 於是就派人來摸底呢? 不至於吧 我們只是招工而已, 這麼多人被人看中 其實呢, 如果有人來收購我們 都是好事, 是嗎? 如果被那些大公司收購了, 那我們的工資 怎麼可能會… 還想加薪, 到時候不是我作主 人家說炒你就炒你, 你一點錢都沒有 那… 那也是啊, 祖哥 還是保住我們公司要緊 那你不要叫他過來面試 不是…祖哥, 不要走 保住, 我在想, 他是一百萬的微博粉絲 他如果在上面寫說我們喜洋洋公司放他飛機 對我們影響非常之不安 是啊 說得有道理 我是公司的老闆 看來這一劫就讓我來面對 何小姐 你怎麼會選擇我們這間公司呢? 因為那個公司的人員結構不太複雜 又比較專注業務, 從創醫策劃 到製作的周期都比較短 都很適應當下的點評法模式 除此之外, 我覺得你們公司 很有學習精神, 亦與時俱進 我很喜歡這種氛圍 那我狗膽問他 如果你入職了我們公司之後 你有甚麼計劃和目的呢? 這個就要看老闆你的意願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把公司包裝成網紅公司 喂…他很有心計 原來他想收購我們的公司 再把我們的公司變成網紅公司 如果是這樣, 那我就做得了 何小姐, 我看了你的簡歷 你對這個人工的要求只是五千元 是啊, 我覺得這個數字 對於鬼公司來說很合理 我們這間公司正所謂廟室 恐怕請不起你這磚大菩薩 好啊, 我明白 有機會的話, 再合作吧 好消息 還有甚麼事 今天就當沒事發生 不要把我們面試的內容 在你的微博報道 你們還看了我的微博嗎? 算了, 沒關係 反正我的微博都只會發一些有需要發的事 什麼? 來… 別走… 你想怎樣? 不要以為我看不出你 在這裡弄了那些雙箭的把戲 甚麼雙箭? 我都不知道你們說甚麼 你老老實實告訴我 你是哪間公司派來的 你那份簡歷寫得這麼英俊 人工只需要五千元這麼低 傻的也看出問題了 你告訴我 你想進來我們這間公司 盜竊些甚麼商業機密 我好心你們 你們這間公司有甚麼商業機密可言 一年的業務只有雞碎那麼多 老實跟你們說 其實我進你們公司 只不過是因為我在五百強的時候 天天熬夜通宵 熬得身體倒塌了 我沒辦法了 我想來你們公司那裡 貪你們沒甚麼工作 我當是優價而已 你甚麼事要屏蔽我們呢? 有甚麼不見得光? 現在自帶流量那些 本身可以拉投資開公司 要不跟你打工? 那就是你想用我來測試一下 沒錯 公司都沒甚麼變化的 為甚麼這麼烟漲氣 今天我隨先 就要替天行動 當公司?公共廁所 說來來來,說走去走嗎?